膝蓋才能 佔訪桃園醫院新屋分院的 副總統賴清德 展現醫師專業 而收到的迴響都是加油鼓勵聲 加油 總統 盪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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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盪 前一天才被民進黨 正式提名參戰2024 隔一天國民黨團就在立法院 敲響選舉戰鼓 賴清德可以馬上上手 可以嗎 外交去的一國就斷交 國安會議該坐在那裡 沒有坐在那裡 就是總統蔡英文 8號在臉書貼出的這張照片 國安會議上討論緊急台海問題 唯獨不見賴副總統聲音 讓綠營派系鬥爭 再度浮上台面 連帶賴清德的兩岸政策 也成為國民黨所定目標 藍營黃鴻選擇台獨工作者 全民等著上戰場 而同一時間民進黨中央也召開記者會談的同樣是對手2024人選 侯友宇市長他不只準備要落跑當市長 他從他準備要落跑他一連串的事件都顯示他更是公器適用的官犯 民進黨新北市議員開炮侯友宇爭議數不完 從黑金到喉湖GPT再到市府秒變進總 畢竟新北議會還沒開議 市長就想落跑選總統 民進黨正式提名賴清德 國民黨等待徵召的侯友宜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關於這次活動 關於、刺激黑的程度 文《天威 اور Cake》 關於 血寂的 《眼共開話》 期望